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小时候,老人常跟我们说,这世间之事,大多纷繁复杂,这世间之人,大多难以揣测 与人打交道,少言为妙,自保为先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 在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别人的小心思 没有人知道对方暗藏的是什么想法,打的是什么小算盘 我们只知道,唯有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有人就会疑惑,到底哪里需要谨慎呢? 很多人,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做事口直心快 一点也不懂得隐藏自己的秘密和死穴 如此,只有在说话这件事上谨慎,才能躲避灾祸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一个人如果生病了,那么绝对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一个人如果惹上了祸事,大多就是嘴巴惹的祸 很多人都有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对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心事秘密 这样,一来可以宣泄心中的不快,二来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有些时候,不仅别人不会帮你,甚至还会害你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人,始终要有自保的内心,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世道复杂,人心蓝策 有些事,能不说就不说,这是硬道理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面对亲朋好友,无论在信任,都不能透露这五个死穴 否则只会惹祸上身 自己的钱财信息,要守口如瓶 曾广贤文有言,酒中不予真君子,钱财分明大丈夫 人,只要喝酒了,就容易乱性,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 所以人要少喝酒,才能少说糊涂话,避免被有心人知道 在钱财之事上,更要懂得分明,明白哪些该透露,哪些不该透露 要知道,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交集 往往是以前财为桥梁的 想要这座桥梁不倒塌 我们就该对钱财之事,做到守口如瓶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 对待那些较为疏远的亲朋好友 更要懂得隐藏自己的钱财秘密 要知道,钱这种东西,就像是一把刀子 既能割伤别人,又能伤害自己 如果自己透露了钱财的秘密 别人不是今天来,借,就是明天来谋划 如此生活,不管是谁,都会过得不安生 自己的家底之事,不能去说 一个家,既是人之来路,又是人之归途 它虽然只是方寸之天地 却寄存了我们这一生的真情和思念 人,有了家,才有了继续生活的动力 才有了过上幸福生活的底气 但是,随着社会压力的逐渐增大 人与人相处的逐渐复杂 一个家,现在也容易生发出矛盾 关于家庭的矛盾 大多人都选择告诉亲朋好友 让他们想办法 这种做法,虽然正确 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在别人心中 真的想你的家庭生活 过得比他们好吗 这一点,要打一个问号 这世上,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好人 有些家事,是不能去说的 因为这关系到家庭的衰败 更关系到生活的点滴和日常 说的严重点 别人把握了你的家底秘密 就如同把握了你家庭的命脉一般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不管这个家怎样 是贫穷也好,富贵也罢 都得小心谨慎去经营 否则,只会让以往的努力付诸东流 自己的隐私秘密,尽量少说 在这个社会 因为人际关系过分复杂 所以每个人都想保留自己的私人空间 给自己一片自由无拘的天地 这种私人空间 其实就是人隐私生活的需要 谁也不想自己的隐私被人知道 谁也不愿自己的缺憾 让人知晓 有些事,就连至亲之人也不能说 那么,也就不该对亲朋好友去说 有人说,当你的隐私被人知晓的那一刻 你将赤裸裸地站在台上 任人观赏 关于隐私之事 不仅涉及自己的荣誉和面子 更涉及自己的生活底线 要知道 有些底线 自己不去碰 才能要求别人不能去碰 因为你的隐私 只能你自己去隐藏 为何这个社会 大多人的个人信息 被人知晓 从而被人侵扰 就是因为他们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隐私 从而被有心之人针对 生活处处受人窥视 自己爱人的信息 少说为妙 一段婚姻 一段感情 最核心的人物 就是这男女的双方 你们所经历的事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所做的一切 只有自己知晓 那么 这也就是双方的共同秘密了 这种爱情秘密 特别容易引来居心叵测的人的觊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些人 也许看到你婚姻幸福 便想挑拨离间 让你的生活过得糟糕 两人的关系产生裂痕 有些人 也许是你的情敌 放不下心中的一切 便想来翘墙脚 这一切 并非没有可能 有些亲朋好友 他们也许知道你的一切 但却不知道 你爱人的一切 那么 少点透露 不是为了维护面子 而是为了保护你所维系的婚姻 婚姻生活 本就是凑合着搭伙过日子 如果总是让这个搭伙的小家 受到第三者的骚扰 终究对自己的婚姻 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自己的心酸往事 藏在心底 方月有言 不如意是长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人生 不如意的事 占了八九成 而那些幸福的时刻 却占了一两成 所以 面对这般孤苦的生活经历 大多人都想一吐心中的苦水 让自己得以宣泄一番 但是 谁也不知道 对方是否了解自己 谁也不知道 别人是否能为自己着想 很多时候 人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因为经历不同 所遇到的人与事也不同 那么你的心酸之事 可能在别人看来 有些小题大做 生活 每个人都不容易 都要为了一日三餐而打拼 可这一切 却是相似而又公平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经历这一切 那么 又何必把伤疤 接给别人看呢 一块伤疤 原本已经痊愈了 可你 为了让别人能安慰你 甚至同情你 重新借开他 那么 只会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最后被人当成笑柄 为人处事 任何涉及自己利益之事 少说为妙 因为越是似亲非亲的亲朋好友 越想摸清你的底细 人 最大的本事 就是守住那些心底的秘密 面对任何人 除了至亲之人 都要懂得隐藏死穴 要知道 逢人只说三分话 不不敢全抛一片心 才是生活的真相 老子有言 大方无虞 大气晚成 在自然界之中 最方正的事物 其实是没有棱角的 而形状颇大的器具 往往都是要到最后 才能完成的 这番话 看似矛盾 可又不矛盾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在变化的社会中生活着 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只有真正看透矛盾 才能把控住生活的本质 就像我们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你总是棱角分明 不懂得变通 不懂得事实而行 那么到最后 吃亏的 还是我们 在儒家中 有个原则说得特别好 叫做外缘内方 你的内心是方正的 是想要出人头地的 但你的外在 你的闲表 却不能表现得特别方正 因为外合内的本质 是不同的 所以说 一个人想出头 想有朝一日 能大器晚成 那么就得看着生活的情况 去办事 该进去的时候就进去 该忍让的时候就忍让 别太过于计较得失 那么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你能力有多强 本事有多大 都必须向这几个人示弱 因为你的一时之忍 将给你换来光彩夺目的人生 人不管能力有多强 都要向父母示弱 毕书敏曾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人这辈子 其实最要珍惜的人 就是我们的父母 有他们在的地方 才有温暖 而一旦他们离去 那我们也就少了最初的依靠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在现实的生活中 很多人面对父母的时候 其实都感觉日子过得很平常 甚至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 所以那时候 人的尽孝心理就不会太强 可当人已然老去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后面想要尽孝 也实现不了了 因为人在 孝心才能让人感知 可人一旦不在 无论你做多少孝事 终究也都于事无补了 所以说 一个懂得感恩 懂得珍惜的人 他们无论何时 都会孝敬父母 在他们看来 孝敬这种事 还是及时一点比较好 因为一旦错过 就晚了 人不管能力有多强 都要向爱人伴侣示弱 前辈子五百次回眸 才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 所谓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能遇到一个爱人 不容易 能与所爱之人洗劫连理 更不容易 要知道 在生活中 最戏剧化的一件事 莫过于人满心愿想 可偏偏又难以如愿 因为很难做到 所以每个人都会 有所遗憾 这样说来 我们就该明白 能和你走进 婚姻殿堂的伴侣 他们将会是 陪伴你一辈子的人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 只要不触犯底线 都值得我们去包容和原谅 人 不管能力有多强 都得向爱人伴侣示弱 这里的示弱 其实就是 我们内心的一种 体谅和包容 你对我滴水之恩 我必将对你勇全相报 人与人之间的爱 其实是相互的 只有你把爱交给了对方 而对方也才会信任你 把他的一生都托付给你 人不管能力有多强 都要向自己示弱 有人说 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并非是别人 恰恰就是那个 不肯认输的自己 想要战胜别人之前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战胜我们自己 很多人就会疑惑 为何我们 非得要战胜我们自身呢 因为你自己 就是一种阻碍 这种阻碍 不仅来自于你的心灵 更来自于 你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满 在生活中 大多人都认为自己 没啥能力 比不上别人 便郁郁寡欢 自暴自弃 认为自己的人生 没有价值 这样的自卑心理 其实大多人都出现过 那么 该怎样去解决呢 很简单 不过也很难 简单在于 只要我们向自己示弱 包容自己 那就可以了 而困难在于 不是每个人 都能低下头来 面对自己 人 最大的心魔 其实就是我们的自身 你一旦包容他了 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刻 真正战胜他 人不管能力有多强 都要向和你无关的小人示弱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人在江湖 人在职场 我们见得最多的人 应该就是那些诡计多端的小人了 面对小人 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不管你是讨厌小人也好 还是去接纳小人也罢 有个道理 我们是要明白的 那就是要适时而变 懂得变通 如果这个小人 他和你昨日无怨 近日无仇 那么我们不必 非要和他针尖对脉盲 因为没有矛盾 所以一直保持就好 不需要做太多 可如果这个小人 他和你有仇 而你也被他算计多次 那么你就得 好好的学会反击 但是在反击前 你要学会蓄力 而蓄力的前提 就是懂得忍让和示弱 一个拳头 如果只懂得直来直往 终究会有被人打折的那一天 可如果这个拳头能够进退有序 攻防兼备 那么他将能够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要知道 能收得住的拳头 威力才是最大的 人不管能力有多强 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 只要你懂得事实忍让 事实变通 学会示弱 那么我们的路将越走越平坦 在社会上 大多人都坚信这样一个观点 那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小的时候 身边的人总喜欢拿这句话来向我们说教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交更多的朋友 能融入到不同的圈子之中 进而让自己更好的发展 可那时我们还年轻 不懂得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便把这种观点当成是世间的真理 所以 每当我们遇到陌生人 或者似熟非熟的人时 都会上前和他们交个朋友 想以此来扩充自己的人脉 随着我们的年岁愈发增大 人经历的一切也慢慢变多 所看到的生活也更加的完整 因此 我们便会对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个观点提出质疑 真的是朋友多了 道路才多吗 在网上 有句话说得很好 所谓的朋友 本质上来说就是和你有利益诉求的人 这番话 虽然有些刺耳 但却很现实 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所认识的朋友 他们来到你的身边 或者和你相伴相随 都是另有目的的 单位的老领导常说 当人本事大了 自然朋友就多了 其实 随着阅历的逐渐加深 人就会慢慢地懂得 朋友并非是越多越好 并非是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而是你有本事了 会甄别中与坚了 才能让你的道路越走越宽敞 当你身边出现这几种亲友时 不要和他们有过多的往来 因为你所教的这些人 是你生活中祸患的一部分 要警惕了 忘恩负义的亲友 不能多教 有人说 一个人最基础的善良 便是感恩 为什么说感恩是人最基础的善良呢 因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 便是人有思想 有感情 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就像别人帮了你一样 如果你还伤害别人 那么就证明这些人没有良心 和野兽无益 在生活中 我们交朋友 最要看重的 并非是对方的实力怎样 能带给你怎样的利益 而是看他是否懂得感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懂感恩的朋友 他们终究会在某一天伤害你 让你感受刻骨铭心的痛 人在江湖 本就身处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之中 想要好好保全自己 学会代言识人 分辨好坏 显得尤为重要 而分辨的标准 可以在感恩这个方面入手 因为越是感恩的人 越是善良淳朴之人 而越是望恩负义之人 越容易六亲不认 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的亲友 不能多交 俗话说 遂寒之松柏 患难见真情 人如果想要知道 谁待你好 谁待你不好 不用看他平时的言语行为 只要看他在你危难时 对你的态度就知道了 因为肯拉你一把的人 是你的挚友 冷眼旁观的人 是你人生的过客 而落井下石的人 是你的仇人 上述这三类人 便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我们不期望别人对我们态度怎样 可有一点 我们是要警惕的 那就是落井下石的亲友 无论你和他关系有多好 都不能深交 小时候 原以为雪中送炭的人才是好人 可现在才懂得 原来冷眼旁看 不落井下石的人 已经算是好人了 在生活中 能帮你的人 想你过得好的人 始终是少数 而大多数人都不期望你过得好 都想你越过越糟心 甚至食不果腹 这样的人 还是少交为妙 挑拨离间的亲友 不能多交 人与人相处 中间其实连着一条红线 这根红线 其实就是我们与对方的关系 不管是家庭关系 还是朋友关系 说到底 都是人与人相处的一个部分 都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缩影 在交往中 最怕什么呢 最怕出现挑拨离间的人 他们不想 你和某个人关系特别好 所以要挑拨离间 让你陷入孤苦无依的境地之中 让你感受离散的滋味 这种挑拨离间之人 他们也许和你关系很好 也许和你仅是相识 可他们的心却是黑色的 有个词形容得很好 叫做面善心黑 越是黑心的人 越不喜欢别人的关系 和和美美 就像在婚姻中 有些人见不得你婚姻美满 便到处用计挑拨 只希望你的婚姻破碎分离 面对这样的亲友 就该狠下心来 和他们逐渐远离 减少联系 避免惹祸上身 把你当冤大头的亲友 不能多交 在生活中 如果别人找你借钱 你会怎么做呢 是直接把钱借给对方 还是在别人的软磨硬泡之下 迫不得已而借给对方 不管你是怎么借给对方的 都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别人有可能在借了你的钱之后 便耍无赖不还你的钱 让你看透了人心 失去了钱财 也成为了冤大头 有句话说得好 在外面 对你好的人 他们有可能居心叵测 对你不好的人 他们有可能本就看不起你 人与人的感情 不能深信 也不能痴迷 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特别常情 只要对方和我们有些关系 我们就会和他们真诚相待 完全没有防备的心理在里头 况且 面对这些和我们有关系的人 我们永远都会心软 在这个社会 为何那么多人会把他人当成冤大头呢 正因为他们过分心软 不懂得拒绝 才让那些所谓的朋友有机可乘 往后余生 为人处事 要懂得代言识人 很多时候 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种观点 未必完全正确 也未必完全错误 但有一点 是要肯定的 那就是不能盲目从之 有些人 该别离就别离 有些人 该断交就断交 所谓道不同 不相为谋 便是如此 李白在《枪尽九》中写道 君不见 高堂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目成雪 一丝银白色的头发 在岁月的时光里打磨 在生活的压力中转变 慢慢地 他铭刻了父母一生的足迹 更代表了那段难以言说的时光 小时候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父母总是围着我们打转 生怕我们受到了伤害 当我们遇到难以行走的道路时 也只有他们俯身下来 抱着我们跨过那一个个的坎 那时候 我们被他们抱着 看着他们的头发 总感觉岁月的银色印记 已经硬刻在他们的发丝里了 做孩子的我们 当到了一定年纪 在望望他们的模样 突然发觉 岁月的神偷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偷走了他们的光阴 让他们的余生 只剩下一条孤寂的归途 为什么他们的归途会孤寂呢 有一句诗说得特别好 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树木想静下来 但风依旧在呼啸着 孩子想要赡养父母之时 也许有点晚了 前段时间 看到朋友在朋友圈里 发了一条说说 感慨良多 他写道 那年 我顶着风雪离开了家乡 希望到城里干一番事业 几十年后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依旧是那条老路 可他们却变老了 那天 我感到对不起他们 便把他们接到城里来养老 当我拿着行李 带他们下火车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儿啊 我们住惯了农村 现在住城里 怕给你们家添麻烦呢 我看了看他们 笑着回答 父母在哪 家就在哪 晚上 我叫上了妻儿 带着父母 一同下馆子去了 他们到了饭店 第一句话 不是说点什么菜 而是跟我说 这里的价格太贵了 怕自己连累了 我那一家子 听到这里 突然感慨万分 才想起一句话 这世上 只有父母是真心待你如初的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那一次吃饭 应该说 是我吃得最感动流涕的一次了 他们看着这五光十色的餐灯 望着高耸入云的大楼 慢慢地 也就看得入迷了 那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不是他们看得入迷了 而是他们一直在乡下劳作 从未看过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 他们把能探寻世界的机会赋予了我们 却让自己身处在贫困的环境中 原来 这就是父母 五十岁后 从你的发丝里 看到了父母的模样 朋友的那条说说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感悟良多之余 还慢慢地发觉 原来我们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那个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父母 发说说的那位朋友 今年已经五十出头了 而他的父母 早已七十来岁了 望着他们在朋友圈里的合照 望着朋友那半头的白发 我才明白 原来不是他老了 是他的父母老了 有人说 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可以这么说 我们能从孩子的发丝里 看到父母的模样 无论你现在多少岁 不妨照照镜子 然后想想自己的父母 有些人 劳苦了一辈子 还未想过轻浮 有些人 为了孩子做牛做马 最后却一无所得 这一切的辛酸之泪 根源于孩子 也还是结束于孩子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大多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看着父母的钱财去做人 可是当望着这些人与世时 其实就有一个想法 难道这份恩情 是钱财能够比你的吗 正如朋友所说 父母把走向大城市的机会 让给了我们 而他们却依旧在农村里 辛勤地工作着 他们没有什么目的 只为了孩子能一世安康 说到这 不仅想起了小时候过年时 他们最大的红包 只会给自己的孩子 他们最好的衣服 只会买给自己的孩子 餐桌上最大的一块肉 只会加给自己的孩子 到头来 最差的 只会留给他们自己 朋友的五十岁 便是他父母的七十岁 大多人的四十岁 也正是父母的六七十岁 时光来去匆匆 而在父母的银发里 便透露了他们辛劳一生的痕迹 人生不问来路 不问归途 只问当下 曾见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北漂的青年 他离开家的时候 已经二十多岁了 离家那天 他父母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孩子 我不要求你能赚多少钱 我只希望你能岁岁平安 一世安康 刚开始去到北京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穷苦人家 只能从底层做起 过了十多年 他已经坐上了工厂的管理层了 那时候 他一味心思 只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打拼 就连逢年过节 也很少回家 有一天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父亲跟他说 他母亲生病了 现在正在县里的医院 接受治疗 听着听着 他的母亲突然一手 接过了电话 断断续续地跟他说 自己没有事 叫他不要分心 努力工作就好 这个年轻人没有在意 也就匆匆挂了电话 回到了岗位上 那时候的他 其实心里所思所想的 只有他的前程和事业 一点也没有父母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功成名就了 父母也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过了半个月 他接到了主诊医生的一个电话 说他的母亲快不行了 而他的父亲 也因为受不了打击 突然血压飙升 瘫倒在床 因此 让他快些赶来医院 当他去到医院的时候 就剩下他的父亲了 那天 他一晚没睡 整整一夜都跪在病房门前 后来 他直接向北京的工厂辞了职 回到家中 照顾自己的父亲 在他的辞职信中 是这么说的 有些时候 比钱财和事业更重要的 是自己的亲情 他曾说 以前总想着来日方长 谁知道 这世上就没有来日方长 只有匆匆而过 人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 就是父母 在电视剧都挺好中 苏明玉最后原谅了自己的父亲苏大强 还把自己辛苦打拼多年的总裁职位辞去了 只为了弥补最后的亲情 在他看来 虽然在小时候 父母对他不好 可是 那份感情是难以磨灭的 也是难以比拟的 人生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母 有些人 不求回报 只求孩子一生平安 有些人 不求富贵 只求孩子能过好这一生 人 最难割舍的 也许就是亲情了 在歌曲后来中 有句歌词写得特别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在 爱情 也许是人生的调味品 可亲情 却是人生的常用品 一杯酒 也许刚开始喝的时候 会很刺激 可喝多了 还是觉得喝茶最好 因为每一杯茶 都蕴含着人间的五味杂陈 你慢慢地品尝 其实就会发现 那杯茶 那份甘甜 那份美好 其实就是 你和父母难以割舍的亲情 余生 请多看看他们的头发 要知道 他们的每根发丝 都是为你而白的 人 别总是期盼来日方长 也许及时尽孝 才是人这辈子最好的选择 因为遗憾 总是发生在未知的当下 01 蒙蒙最后还是离婚了 蒙蒙是我的大学同学 结婚十年 因为前夫的一次婚外恋 说散就散了 说实话 我们当时都很羡慕他 因为他是嫁给了爱情 他们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刚毕业没多久就结了婚 那时候 我们还在焦头烂额的四处找工作 只有他 直接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而且那时候 他前夫的家庭条件还挺不错的 结婚以后 他就没有再工作了 一心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原本以为有钱人家的全职太太 就是没事逛逛街 买买衣服 跟闺蜜出去聚聚会 喝喝咖啡 一直都是这么轻松悠闲的生活下去 但是没想到 我每次见他 他每次都在抱怨 原因是 他的老公很少回家 他只要一问他去哪了 他就会不耐烦地跟他吵架 还很生气地跟他说 我又不缺你钱花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我在做什么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两个人就是这样越走越远的 直到最后他婚外恋 萌萌都不知道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零二 萌萌告诉我 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 他不会在刚一毕业的时候 就去做别人的太太 因为这个时候的女人 只是别人的妻子 但是没有自己 那么面对男人婚外恋 女人最应该怎么做 在一般人看来 都是想都不想就离婚 因为这是自己的底线 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其实不然 这个时候你离婚了 反倒是他最希望的 这无异于是在成全他 有一点 女人必须要认清 那就是认清自己所出的位置 和即将面对的形式 认清自己想要什么 如何最大限度地 为自己争取应得的利益 想明白以后 这件事他就不再声张了 而是假装不知道的 自己收集证据 以求在离婚的时候 为自己争取 因为这个时候 男人的心 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更不要想着 他会念及夫妻情意 在离婚的时候 为你考虑 男人一旦变了心 自私地只想到自己 不会想到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理智一些不感情用事 就是最大的懂事了 切记一点 不要哭 不要闹 这样不仅换不回他的归来 还会让他觉得 你很可怜 03 如果婚姻没有了 那就不再再没有尊严了 爱的时候好好在一起 不爱的时候 体面地离开 这才是对这段感情 最基本的尊重 以及一个女人 最正确的做法 离婚以后的萌萌 忽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谁都不再依赖了 而是好好工作 依赖自己 这个时候 他终于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可以给你 绝对的安全感 因为每个人都会变 爱情是没有保质期的 女人的安全感 向来都只有自己才能给 当你的精神和经济 都足够独立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担心 男人变心怎么办 因为你知道 担心是没用的 你应该担心的是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 男人会不会变 这是他的事情 但是让你变得不必在乎 他会不会变 这是你的能力 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敌人就只剩下自己 既然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那就让自己努力一点吧 变成一个更加有底气的人 你就能确定 你能够面对未来的各种未知 男人有婚外恋 女人最应该明白的一点就是 自己是否有承担的能力 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底气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离婚 将就着过不抱怨 离婚了 即便过得不好 也不后悔 古人云 无敬君子以其德 无缘小人以其行 我们大多人都敬佩 有才有德的君子 都想跟他们交朋友 因为君子的品性够正直 有道德 做人有底线 是交友的不二人选 但是 在这个社会 是君子偏多呢 还是小人偏多呢 其实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肯定有黑也有白 有无德的小人 也就会有品行优良的君子 所以说 这两类人的数量 大抵上是相同的 可是 在现实社会当中 在物质的利益面前 大多人的嘴脸 都会显露出来 我们会发现 小人终究是要比君子要多的 如果小人和我们没啥关系 或者说 他们没有算计我们的心思 那么我们也不用过分 去理会小人 更不用把他们放在心上 但是 如果这个小人跟你有关系 或者说他是你的亲朋好友 甚至还有谋算你的心思 你该怎么办呢 面对小人 最忌讳的 就是与其针尖对脉盲 因为你是好瓷器 小人是破钢瓦 你俩一碰 水损失更大 你内心是清楚明白的 另外 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忍气吞声 因为小人最擅长的 就是得寸进尺 为了让他们有所收敛 我们总是要有所回击的 那么 在未来 当你遇到欺人太甚的小人时 不妨做到这四点 巧妙应对小人的算计和谋害 面对小人 要做到权衡利弊 在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之中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只会凭着刻板的观念去做事 很少有做人方式上的转变 有些人面对小人 他们啥都不管 就一味地讨好他们 只求小人能够放过自己 但是 如果你是个冤大头 小人会放过你吗 有些人面对小人 他们啥都不想 就上去跟别人硬碰硬 一较高下 但是 对于那些成精的小人 又有谁会和你硬碰硬呢 小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 他们不会和你明着来 而是选择在背后 对你下手 也就是说 暗中使坏 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当你明白这层关系之后 你就会懂得 对付小人的第一个方法 那就是要懂得 权衡利弊 哪里利益重 哪里利益轻 你要权衡好 然后才进行第二步的抉择和反击 面对小人 要做到静悄悄的远离 寻子有言 静小人而远之 在寻子看来 我们不和小人争斗 这是为了摆脱小人的纠缠和烦扰 慢慢地离他们而去 又不得罪他们 做到双方都安好无事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你不仅关系着你自己 更关系到你的工作和家人 哪一方受到损害 对你来说 都是不可弥补的 那么 对于那些不想和小人争斗 只想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人来说 慢慢地远离 静悄悄地离开 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因为小人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你和他纠缠得越久 他也就越了解你 和你积怨越深 越不会让你轻易地离开 所以说 你要在明面上敬小人 这是你的变通行为 然后 如果他们感觉你没有威胁 别人也许就会忽略你 减少对你的侵扰 面对小人 要做到打得一拳开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如果你是一个不想被人欺负 只想守护自身利益 守住底线的人 那么不妨做到打得一拳开 因为你面对的小人 都是些泼皮无赖 他们做人没有原则 也没有底线 那么 你就得让他们知道 你的原则和底线 要明白 你的底线是你自己展现出来的 而不是别人一开始就知道的 如此说来 你自己的实力 加上你对于他们的硬气 才是你能够站稳脚跟的基础 一个人 可以没有钱 也可以没有才华 但却要有自信的心理 和硬气的态度 很多时候 你被人算计了一次 而不去亮明态度 别人就会感觉你软弱可欺 进而肆无忌惮地来欺辱你 在人的天性之中 得寸进尺的行为是常见的 想要让得寸进尺的纠缠停下来 关键权在你的手上 面对小人 要做到不怒不躁 小人为何要算计你呢 一般来说 小人算计你 是因为他们 想在你身上 谋取一些他们需要的利益 或者说 他们想激怒你 引你入套 从而在瓮中捉憋 另外 小人算计你 还有可能是你在某些方面得罪了他们 他们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才来纠缠你 让你承受该承受的痛苦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懂得 应不变应万变 谋定而后动 要知道 我们在明 他们在暗 稍有不慎 我们就会处于下风 被他们死死地拿捏住 人与人的博弈 其实就跟下象棋是一样 你过分冒进 就很容易被别人一锅端了 你过分退守 就很容易被人困在局内 毫无还手之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该做到不急不躁 说到这里 其实儒家中庸的做法 是特别好用的 不偏不倚 不忙不乱 从而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 进而在根基上瓦解小人 所谓取向于前 外援内方 面对小人 我们明面上要对他们恭敬 可背地里 却要有自己的原则 只有两手抓 两手都稳 别人才会畏惧你 从而不敢纠缠你 在生活中 如果你遇到一个你所讨厌的人 你会怎么做呢 当人还年轻的时候 其实他会抡起拳头 直接上去打对方一顿 在他看来 只有用蛮力打人才能出气 而其他的办法 都不能让他宣泄内心的怨气 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其实人也就变了 变得不再冲动 而是习惯于逆来顺受了 不管自己如何讨厌对方 都不会做什么 其实 每个阶段的行为做法 都有他独有的特点 可是 单凭抡起拳头 或者说逆来顺受 就能完事了吗 进一步来说 倘若那个人是算计你的人 他不仅陷害你 还套路你 难道你还要一忍再忍 成为软狮子吗 人 可以因隐忍而先退去 可以因怒火中烧而奋起一搏 但有一个道理 我们是要明白的 那就是你表面所做之事 都是难以动其分好的 尤其在当下的社会里面 用蛮力解决问题 那是不可取的 一退再退 那简直就是懦夫行为 人 要能进能退 能外能内 这才能够成为 无坚不摧的强者 有些时候 想要对付一个你所厌恶的人 你就得想办法 而不是仅仅凭着直觉去做事 这是要不得的 比打一个人更解气的方法 是这样做 能让其痛不欲生 比打一个人更解气的方法 是诛心 在后汉书中 出现了一个词 叫做诛心之论 什么是诛心之论呢 那就是不针对别人外在做了什么事 而是深究这件事的本质 从这个人的内在目的和想法中去批判 去评论 进而突破他的内心防线 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较为抽象的 很多人也会疑惑 批判和揭露这个人的目的和用心 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 其实 这种方法是特别好用的 因为人的目的和用心 都是可以进行捏造的 就拿三国时期 马超和韩粹这两人来说 为何马超会因曹操的一封 被土改的书信 而远离自己的叔父韩粹呢 因为曹操明白 韩粹是马超的叔父 想要离间这两人 终究是要从内部瓦解他们的关系才行 但靠外在的斗争 那是不足够的 所以 曹操便以一封被涂抹的书信 让马超起了疑心 怀疑自己的叔父 进而去揭露韩粹的目的和意图 到最后 他们俩离心离德 从而被曹操钻了空子 一击击破 诸心便是从这个人的心意和目的入手 让他产生惶惶不安的感觉 甚至与身边人关系破裂 如此 对方将会忐忑不安 痛不欲生 比打一个人更解气的方法 是让他孤立无援 曾有心理学家说过 要想让这个人的内心出现矛盾 就必须使他的内心出现落差 让他身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 在职场中 这样的事儿 其实我们见得多了 就拿一个擅长拉帮结派的人来说 他是这个圈子中的领导者 也是人心的控制者 那么 他想对付一个人 就不用自己动手了 而是借刀杀人 或者进行孤立排挤 人 一旦面临孤立排挤的情况时 其实他是很焦虑 很迷茫的 在这个时候 想要深入去对付他 其实有两个办法 让他承受更大的伤害 一约先甜后苦 二约挖坑埋枝 既然他孤立无援了 那就先是以援手 让他全然信服你 然后你才全力一击 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 使他遭受最为痛心的伤害 或者 你可以趁他思维混乱的时候 趁机给他挖坑 然后慢慢地引导他走到坑里面 让他被千夫所指 被众人唾骂 成为众矢之地 这样的做法 比打他还要解气 因为这里的气 是别人帮你出的 你也就是借刀杀人的背后操纵者而已 比打一个人更解气的方法 是让他羡慕你 而又难以起及你 有句话说得很好 报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过得比他们要好 也许你不擅长使用权谋 也许你不擅长与人斗争 那么 不妨做好自己 做一个令人羡慕的人 为何说做一个令人羡慕的人 是对人最大的报复呢 如果你以此为动力 赚了很多钱 荣登高位 混得比他们要好 他们绝对会奉承你 钦佩你 而他们虽然内心不服 可又无可奈何 在这个时候 其实对方就会羡慕嫉妒你 甚至还会被你的节奏带着走 而对于你来说 不必理会太多 专心发展自己 让对方的羡慕之心 愈发强盛就好 到最后 别人也就会内心自责 自我抱怨 越过越糟糕 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 会为了羡慕别人而抱怨自己 也会为了嫉妒别人 而让自己越过越艰难 这都是常识 而我们 只要抓住对方的内心软肋 并且进行狠狠的打击 相信对方的心理防线 会一触即溃 成为毫无灵魂的人 小时候 老人经常跟我们说 一种弥养百种人 且种种人不同 社会是复杂的社会 人也是复杂的人 正如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每个人心中的想法是不同的 每个人的为人处事的做法 也各有差异 遇到君子 他们谨守心中的底线原则 不会害人 更不会纠缠人 可这只是君子 倘若你遇到一个蛮横无理的小人 他们毫无底线可言 只会破瓦碰瓷器 处处给你设陷阱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小人报复人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那就是到处传播谣言 到处去找人嚼舌根 去污蔑诽谤你 就是这样平常的伎俩 其实很多人都无法去招架 甚至有些时候一条路走到底 不懂得变通 面对谣言诽谤 很多人的做法 无非是两点 要不就是忍气吞声 要不就是拳脚相向 前者只会成为他人手中的软柿子 让人随意捏拿 使人得寸进尺 而后者则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自己输了人格 也输了道理 所谓聪明者 首党百全 你的做法 将决定了你的生活走向何方 静思己身 静思他身 明晰对方目的所在 常言道 观己 观人 观心 在做事之前 就必须先从自身入手 从己身进行反省和思考 为什么会有小人来诬陷自己呢 是自己哪个方面得罪他了 还是对方看不惯自己 想趁机生事 倘若你发现自己没做错什么 只是混得比较好 小人看不惯 想错错自己的锐气 那么 就要改变自己的思路 站在小人那里去思考 他为什么会看不惯 是他极度心太重 还是想另有图谋 要知道 世间之人 多是为力而来 为力而往之人 站在这个点上去思考小人的目的 从而明晰自己的处境 有大局观 才能寻到找御法庙门 不至于处处受人掣肘 一直被人逼到墙角 很多人面对小人的诽谤时 往往失去了理智 只是意气用事 却没有发现 小人的目的就是让你意气用事 以至于一步错 不步错 终究输掉了这盘棋 为人处事 就像是下棋一样 你能换无数的对手 但你依旧是你 你要怎么办 往往要从根本去思考 为何很多人遇到事 就一下子提气上头 就是因为经历的太少 不懂得三思而后行 那些社会上城府极深的人 他们处启示来 极环有序 如同古语所言 静如厨子 动如脱兔 面对小人的诽谤和谣言 你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静思极深 静思他深 明晰对方的目的所在 如此 才能打蛇打七寸 擒贼先擒王 化害为宝 攻守兼备 建立内心的戒律 生活中 我们经常把垃圾 当成不同的物食去处理 这种做法 就是化肺为宝 面对小人的一系列动作时 我们应该要有 化害为宝的想法在其中 正如于秋雨所言 受过诬陷的人须化害为宝 在内心建立起一些戒律 很多人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要化害为宝呢 其实就要从两点去思考 首先 当这件事仍旧没有发生时 你的做法 就是立刻把这件事打住 不让它继续发酵 也就是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的做法 防患于未然 显示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另外 倘若自己已然受到了侵害 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现实时 继续和小人硬扛下去 也无济于事 那么 就该把锋芒收敛起来 让小人得意一会 不和他计较 悄然远离 如同荀子所言 竟小人一般 一个人 能前进是本事 能后退更是智慧 就像滔天巨浪一般 他要想汇聚起来 如此强大的力量 不也是在工房的变换中慢慢积累的吗 为人处事 当如豆腐 可颜可甜 可荤可素 配啥都能吃得开 在社会中 我们经常看到 有小人传谣言 却没有看见 被传谣言的那个人 会传小人的谣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心的戒律使然 这种戒律 说到底 就是人的人格和底线 我们总是说要打狗 可未曾说过 要咬狗 倘若和小人纠缠在一起 不就是狗咬狗了吗 所以 面对小人的挑衅时 要有能攻能防的智慧在其中 才能少干傻事 少干错事 以免后悔莫及 得不偿失 调整心态 继续赚钱 提升自己的底气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对付小人 你不需要和他斤斤计较 只要过得比他好 那就可以了 身边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曾遇到过这样的事 那就是 每次听到有小人在背后嚼舌根 在污蔑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总是变得纠结 头脑变得烦躁起来 如此 他们不仅整天的心情被毁了 而且生活工作也没动力了 要知道 倘若你的生活越过越惨 那就正中小人的下怀了 因为他们多是见不得人好的人 见到你雪上加霜 他们只会是更加高兴 更加得意 既然如此 又为何要活得这般纠结呢 如果这件事你无法忘怀 也无法改变 那么就回到岗位上默默地赚钱 要知道 有钱有九真兄弟 患难何曾见一人 倘若你有一天小有成就 甚至有钱有财 你会和小人纠结吗 不会 他们就像是狗皮膏药 不仅会在言语上讽刺你 更会粘在你的身上 给你的生活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为人处事 小人很多 你数也数不过来 所以 日子怎么过 看自己的心情 而不是看小人 古语说得好 小人之交甘若利 小人不过是建立妄议之人 你有好处 有本事 他们绝对不会明面上和你杠到底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赚钱 就是人的底气 往后余生 遇到小人 能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如果不想纠缠太多 还是那句话 好好赚钱 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 小人太多 生活不易 又何必非要让自己身处垃圾围城的境地呢 人际交往中 并非所有人都是真心相待 还有许多人两面三刀 口密附件 虚情假意 一旦轻信了对方 就会招致源源不断的祸事 在人情社会里 学会识人辩人 至关重要 这并非让我们时时拿着放大镜 去揣摩别人的一言一行 永远如履薄冰 而是要懂得在关键时刻 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然后保持距离 一般来说 面善心读的人喜欢打听这三件事 你要多留心 看懂这三件事 你就能筛选出那些不值得深交的人 从此一路畅通 灵妖 喜欢打听你的工资 迈入成年社会之后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表面上云淡风轻 却在背地里 采用种种方法 打听别人的工资 在公司里发工资的那一刻 他们到处寻 在日常的聚会中 他们有意无意地提起 对此关心至极 一系列尴尬 而又奇怪的言行 暴露的是他们 唯利是图的心 这些人喜欢用工资 或者金钱 来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有钱的人 使得他们趋之若鹜 没钱的人 被他们连连抛弃 你说出了工资 无论是高是低 都会成为他们利用的对象 没必要绞尽这摊烂泥里 遇到别人询问公司 大可敷衍过去 保护自身的隐私信息 就断了别人的可乘之机 同时也要认清 总把工资挂在嘴边的人 多半没有真情可言 除非是两人 有着密切的合作往来 否则不要主动攀附 如此才能让自己活得清净 02 喜欢打听你的工作计划 人心躺在身体 外人很难窥知 纵然有些人说得天花乱坠 也难保他在背后 行小人之事 就如在工作中 有人总是从方方面面 打听你的计划 他们并非关心你的成就 只是想窃取你的机密 从此取而代之 在职场这个大染缸里 从来都没有纯粹的友谊 彼此都站在对立面 当初再怎么浓情蜜意 也是为了日后的你争我斗做铺垫 在职场上交朋友 是最天真的想法 尤其是当你愿意将工作计划 告诉别人时 就已经掉入了对方的陷阱 别等到对方将你所有的成果收为己用 才后悔把真心给了别人 到那时就晚了 03 喜欢打听你的不堪经历 在某社交平台上 一位网友晒出了自家的大平层 看起来富丽堂皇 令人羡慕 许多网友都不吝惜赞美之词 唯独有一人在其中喋喋不休 他先是询问网友 是否是依靠父母的钱买的房子 得知是网友自己赚的 之后又询问是否依靠了老公的帮助 在网友说自己尚且单身后 他又追问这位网友的学历 工作经历等等 直到听说网友是大专毕业后才 忠于骄傲地说道 你在有钱也是专科 而我至少是个本科 评论者说出最后的一番话之前 人们还以为他是关心网友的生活 后来才发现 他只不过是想刨根问底 找出能秀优越感的地方 来弥补自己被网友所刺痛的心 现实生活里 有些人就是如此佛口舌心 他们表面关心你 实际上是嫉妒你 非要找出你的不堪 来使自己心理平衡 一旦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对方就会无数次提起 这等于自找麻烦 不如闭紧嘴巴 别再纠缠 让他们活在嫉妒和扭曲里 而你永远浪漫自已 以上三种人多半面善心黑 不值得深交 劝你远离 生命过半 应该提升交友质量 多与粮食亦友相交 人生会更灿烂 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到真章时才能看透一个人 读懂很多人 当你老了 躺在病床上 怀揣着未知的恐惧 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再坚强的心 也会软弱无助 然而 身边熙熙攘攘 待到这时才发现 这世上最亲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相互扶持 互相依靠的老伴 一个是自己自足 珍惜生命的自己 零妖 相互扶持 相互依靠的老伴 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医院的护士长 拍下一张照片 一位年近90岁的老爷爷 在病床前亲吻80岁的老伴 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这对老夫妻 携手走过60多年的风风雨雨 恩爱如初 就算自己年龄大了 也坚持陪伴在生病的老伴身边 不离不弃 相互扶持 相互依靠的老伴 是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人 年轻时 我们的社交圈好不热闹 有许多赤诚的朋友 有许多温暖的亲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 身边渐渐安静下来 唯有那个与我们一直 携手并肩的伴侣 始终留在我们身边 与我们相濡以沫 我们是彼此生活中的伙伴 灵魂里的知己 无论是喜悦还是悲痛 他们从不曾让我们自己承担 而是给予我们最无私的关怀与支持 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只有满身毛病 却依然互不嫌弃的爱人 才能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 收获真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那份永恒又有恩慈的爱 会支撑我们勇敢面对病痛 也会让我们更加珍视自己 零二 自己自足 珍惜生命的自己 任何一种美好的关系 都会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也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如果你不曾因为医药费愁断肠 也不曾做一个伸手党 而是在病痛折磨中 仍能保有一颗坚定和充满希望的心 请感谢那个曾经拼尽全力的自己吧 不必看人脸色 不必添人麻烦 自己自足又珍惜自己 我们终于活成了自己盼望的样子 作为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那个人 为自己铺路 为自己撑腰 我们不需要依附任何人 做个只会给人添负担的可怜宠 即便亲朋好友在人善 但生活毕竟属于每一个人自己 我们无需他们操心和分心 年老体弱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唯能依靠自己内心的力量 才能战胜生命的一个个挑战 自己自足 意味着我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一切 对余生保持积极的态度 珍惜生命 意味着我们要做自己的庇护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人生最大的幸福 是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如果你也是 那么恭喜你 只有在病痛中 我们才体验到面对生命的那份坦然与怜惜 体验到从容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亲情的陪伴与自我的价值 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无论是与我们相互扶持 相互依靠的老伴 还是自己自足 珍惜生命的自己 都是我们生命中最亲密的存在 这些收获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 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 人不能脱离了爱与希望而活 大到终身的成就 小到今日的晚餐 总有惦念 总有期望 总会实现 好好爱护身边的伴侣 好好爱护自己 让幸福来得更浓一些 让梦想实现得更早一些 善良换来的并不一定是真心回馈 还可能是恶意相加 付出真心所得到的 未必是尽力而为 说不定还是他人的恶言相待 人性就是如此 每个人都暗藏心思 太过天真 只会害人害己 多加留心 才能保护自我 如果你明白人性的这几个现实 就不会再惯着任何人了 那时你才真正活明白了 零妖 无底线的讨好 只会换来他人的变本加厉 毛母的月亮 与六辩士里有这样一段故事 书中一位叫施特洛夫的男人 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不论好友曾经如何伤害他 谩骂他 甚至是借钱不还 他都会轻轻一笑 原谅对方 就算毒蛇咬了他 他也会将毒蛇抱在怀里 说没关系 施特洛夫本以为自己善意待人 也会令周围人诚心相待 但现实恰恰相反 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 后来更加变本加厉的所求 曾经欺负过他的人 被他原谅了之后 更加肆无忌惮 就连在感情上也是如此 他原谅了妻子婚前的不轨行为 可妻子却在见到男主角 斯特里克兰德之后 更加放浪行海 不顾一切与对方私奔 施特洛夫愿意让出房子 供两人鸳鸯细水 他只希望妻子幸福 但这只会让妻子更加看不起他 最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无极限的讨好 会为自己树立好欺负的形象 别人无论如何作恶 都不会付出代价 他们自然不介意再来一次 愚尊降贵放低底线的那些岁月里 自身的魅力也荡然无存 更难以抓住想要的友情与爱情 无论何时都要明白 人不能惯 越惯越出格 越惯越放肆 在涉及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上 要树立正确的三观 表达明确的态度 这样才能树立威信 保护自己 你不让自己受欺负 他人才不敢欺负你 02 不加意志的善良 会被别人当成理所当然 演员孙力曾经资助过一位学生 在他的帮助下 该学生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转变 很快踏入了工作 得知这位学生已经自己自足时 孙力决定停止资助 但是没想到该举却引起了这位学生的不满 他认为像孙力这样有钱的人 根本不会在乎那几千块钱的费用 现在突然收回 实在是太小肚鸡肠 听到对方的想法 孙力百感焦急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资助 并没有帮助一个人建立完善的人格 反而养出了好吃懒做的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有些人会把他人的善良当成是理所当然 他们不止不会感恩 反而会嫌弃对方给的不够多 遇到这种人 所有的善良都投入到了无底洞 一开始不能及时远离 日后就势必会被道德绑架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看清对方的真面目之后 及时断交 帮忙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不懂感恩的人 再有钱也别深交 03 交往的本质是价值互换 你的能力才是最大的筹码 有些人无底线地讨好对方 是希望通过这类行为得到他人的喜欢 并且建立强大而稳固的社交圈 但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 社交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互换 人们不会因为别人点头哈腰而高看一眼 只会追随那些有能力 有钱 有地位的人 与其放低自己去迎合他人 不如努力提升 成为社交中的核心人物 你强大了 他人也就安分了 别人对我们的恶劣态度都是惯出来的 你总是无底线地讨好他人 他人越是任意欺凌 你经常随意地挥洒善意 别人自然会将其当成理所当然 道德绑架你 要让别人看得起并获得他的尊重 首先要摆正姿势 不讨好 不逢迎 进退有度 善良有耻 并用实力来震慑人心 变得不好惹后 整个世界都会和颜悦色 了凡自讯有言 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 我们的命是上天赋予的 这是我们人生的开端 因此 你在何时何地降生 在哪个家庭出生 都是你所不能决定的 只能默默地接受上天的安排 当你懂得顺其自然地做人处事之后 你慢慢地就会明白 何为人事 何为天意 天意便是这世间持续运转的规则 就像四季之转变 日月之轮转 昼夜之分明一般 你能摸清他们的规律 却不能改变他们 而人事 则是和天意之规则相对应的 也是相辅相成的 要知道 符合规则的人事 它才有促进人发展 使人颇受避易的效果 相反 如果你的人事不符合规则 只会是让生活偏离轨道 让人在其路越走越远 在传统的哲学理念中 古人经常提倡天人合一 我们人做事 必然是要与天相结合的 这是一种顺势而行的本事和智慧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许我们不明白 何为天人合一 认为这样的观念过分死板和消极 少了相对应的朝气和活力 甚至有人还提出 人定胜天 不否认少年义气 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志气 有助于我们遇错遇愤 但是 当人去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想要长久 就该懂得 顺应天意 才是做人的根本 所以说 这三种天意 我们不能违背 否则只会是祸患的开始 贫富之天意 我们不能轻易违背 有言道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在这个社会 如果按贫富来分 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人 他们刚好介于温饱的边缘 一种人 他们小富小贵 钱财刚刚够用 最后一种人 则大富大贵 腰缠万贯 这三种人 可以说 小富小贵的人 占得最多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打工人 每天起早贪黑 拼了命去奋斗 总算是小有成就 但是 如果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境界 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要知道 有人终其一生去工作 也达不到别人工作一天的高度 有人就会疑惑 难道我比别人多花时间 多花精力 就不能改变小富小贵的命运 达到大富大贵的人生境界吗 说实话 哪管你尽了七分人事 最终你只是在人和上 占了优势 而在外部的机遇与规则上 如果你的机缘 未到 你终究还是稍差一筹 所以说贫富天注定 富贵命不是人人都有的 而我们最要做到的 就是顺其自然去做人 好好地尽己所能 迎接属于自己的机遇 哪管事与愿违 也不要留有遗憾 缘分之天意 我们不能轻易违背 张小贤曾说 缘起缘灭 缘农缘弹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们能做到的 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 好好地珍惜 那短暂的时光 此生 你会遇上谁 和谁做陌路人 和谁做朋友 和谁成知己 和谁喜结连礼 和谁相伴一生 和谁视同水火 和谁携手到老 这都是天注定的 也都是你的缘分使然 何谓缘分 某位老禅师曾说 缘分 就是藕断思连的存在 不管你如何去割舍 你也割不开 到最后 你终究会被缘分牵手 寻觅到你的真缘 去除孽缘 缘分 便是你在这头 而我们那头 打我们碰头的那一刻 才发现你在这里 颇感惊讶 颇感欣慰 也颇感原之奇妙 在生活中 当你因不如人意的事 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跟自己说 这是你的缘分 指引你在前进 在职场中 当你因某些事情 而升职 或者降职时 你要跟自己说 这是你的缘分 让你去有所经历 缘来缘往 缘聚缘散 皆为天注定 情缘深浅 终究和你的命运轨迹 是相互牵引的 生死之天意 我们不能轻易违背 宋代章再在西明中写道 存 无顺势 莫 无宁也 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该顺应乾坤之规则 而当我们老去的时候 则要感到宁静 因为生和死 这都是世间轮转之规律 谁也不能改变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 春夏为繁盛 秋冬为枯残 这四个季节 这两个对比 才让他们构成了这个生生不息的人世间 也让天地变得分明起来 对于生死 我们不要想太多 生活该怎么过 那就怎么过 遇到好吃的 那就去品尝一番 遇到好玩的 那就去玩弄一番 遇到有美景 那就去好好游历一番 人 其实就是有今生而无来世 就算真的有来世 那个你也不再是你了 所以说 懂得活在当下 活好现在 才是人最大的本事和智慧 有诗云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心在哪 你的意变在哪 只要正气明心 做人通透 明辨天地之道理 洞察世间之规律 你自然就会明白 生死之天意 不过是一种循环罢了 何足道在 一位心理学大师曾经说过 真正聪明的人 只会筛选 不去改变 人海茫茫 观念各异 认知不同 强行的改变 只是徒增伤感 筛选出志同道合之人 才能让生活变得简单 往后余生 如果有些人不认同你 不必太过在意 总有些人会与你相见恨晚 珍惜这些人就够了 如果有人不喜欢你 更无需太过失忆 人心中的成见 无法搬动 这种主观情感 也是与生俱来 你左右不了 不如看淡 总有一天 你会修炼得无比强大 也不在乎 是否有人喜欢自己 面对着不喜欢的人 更是云淡风轻 不改旗帜 如此未来就顺了 当然 前提是要先收回这三样东西 保护好自己 未来才能赢 01 收回你的钱 别再取悦对方 你发现了吗 在现实生活里 越是喜欢你的人 越会守住分寸 害怕丢失这份友谊 越是讨厌你的人 越是得寸进尺 你借给他钱 他可以明目张胆地不还 你对他施以善意 他可能下一秒 就将其踩在脚底 善与恶就在生活的两边 从来未曾消散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但可以先守护好自己 既然他不喜欢你 也不可能对你改观 就别再用金钱去讨好 否则你失去了颜面 也失去了奋斗的成果 得不偿失 金钱可以买来快乐 也能稳固有益 但有些人从未想过 你与你交好 你的付出 不过是让自我 变得更加可悲罢了 别再当冤大头了 收回你的金钱 用在更宝贵的地方 即使断舍离 清醒地走向远方 才不会再陷于 无底线的内耗中 02 收回你的热情 别再攀附对方 有些人天生就是讨好型人格 越是不喜欢自己的人 越被他们念念不忘 甚至会放低自我去讨好 以换得一时的和平 但事实上 盲目的讨好 从来不是感情的本质 真正好的友谊 就是相互欣赏 彼此尊重 一个从一开始 就不喜欢你的人 后来也不会给你该有的待遇 再讨好 也是无益 说不定 他会还会为你的放低身价 而沾沾自喜 你越是热情 他越看不起你 到头来 他名利尽收 你颜面尽失 委屈无比 如果不能撼动人心中的偏见 就不要再消耗自身的热情 毕竟人的能量极其有限 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就会失去追寻快乐的机会 做人要无愧于心 在人际交往中 要保留底线 尊重每个人选择的权利 就是尊重着自己 无论身边是否有人陪 都别活得像小丑那样摇尾起怜 否则你也会轻视自己的 03 收回你的耐心 别再期待结局 人骨子里的礼貌和教养 是一束光 能够温暖他人 同时也是一道道枷锁 使我们自身苦累无比 有人不喜欢你 你还要保持基本的良知 耐心地对待他 有人看不上你 你还要假装大方 努力地去迎合他 得到了外界的称赞 却对于结果毫无改变 因为他不喜欢你 就注定和你 不是一路人 讨好至不同道不合的人 不是善良而是懦弱 正是你无法摆脱世俗 取悦自我 才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动弹不得 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规则可言 没必要假装地像圣人那样 让自我舒心才更为重要 与其用伪装的耐心 来讨好不同行的人 不如在短暂的时光里 满足自我 没有人能真正爱你 学会自爱 未来才会充满惊喜 这个世界上 有人喜欢你 就有人不喜欢你 我们无法左右他人的感知 却能改变自身的态度 以免白白受到伤害 以后收回这三样东西吧 人生如此宝贵 别再浪费 未来如此珍贵 取悦自我 才能万事无悔